前北市殯醫局長朱雅虎 身為金華城彼岸關鍵人物 還是柯文哲的愛將 前兩次約談都被請回離開 但這一次赴訓後 卻當庭遭到生涯境界 柯文哲的新婦大帳房李文宗 也在簡聯第二波搜索約談名單內 赴訓後同樣被生涯 李文中委員律師唐愚智 是台北地方法院前法官 下午趕赴前東家遞交委任狀 沒多久朱雅虎委任律師蔡月倫也抵達 雙方律師想替當事人拼交保 還得先過這一關 李文中從假假案到金華城 B案都被列為被告 現在更和朱雅虎一同遭到生涯 將開機押停 不過檢方也出招申請限約 如果成功代表月券的內容 將會受到限縮 簡聯在掌握證據 包括四度提訓科文哲 跟密集的提訓相關的共犯 提訓完之後發現比對完證據 有初步的這個證據 可以說服法官發動第二次的搜索 二十七號簡聯針對金華城案 發動第二波大型搜索 繽紛二十九路帶回十六人 目前被告已經累積二十位 新增的八名被告 包含瀋春職文教基金會前秘書長 童中白 威京集團法務經理陳俊源 金華城監察人張志誠等威京集團成員 李文中是違背職務收匯 朱雅虎是違背職務行匯 那朱雅虎行匯的人是誰 是柯文哲團隊 柯文哲大帳房李文中二十七號晚間 抵達北檢附訊 作為簡聯第二波搜索對象 李文中從假帳案 證人轉被告 現在又成了金華城被告 涉犯收匯罪遭到生壓 似乎也顯示金流部分出現巨大破口 假帳案爆發後 柯文哲火速切割五十年好友李文中 但指中就包不住火 畢竟李文中不只擔任過柯文哲 辦公室主任 北捷董事長 還是眾望基金會董事長 科技辦財務長等等 俨然是大帳房角色 現在在升格金華城被告 代表金流可能已被檢方突破 收匯罪被聲壓的話 顯然就跟這個政治獻金或木口是沒有關係的 應該跟金華城案有關 那就代表說金流的方向又被多找到一個去處 從二零一八年被柯文哲延覽進北市府之後 李文中一路官日順遂 身為阿伯最信任的人 藍營議員也認為 李文中在北市府的那些年 對於柯文哲的金流以及政商聯繫恐怕都有巨大關係 前都發局長林中銘指控說他有涉嫌喬彈 喬大巨彈 那是不是在金華城裡面原來他也有角色跟身影 李文中可以說是柯市長心腹中的心腹 所以這個金流是不是又離柯文哲又更近了一點 武大安金流是否都是李文中居中運籌帷幄 隨著北檢出手生壓 弊案全貌似乎逐漸成形 三宣何孟子又濤 台報道 主席還是不認對嗎 柯文哲九月五號收押後 已經被提訓四次 但除了甲帳案 金華城弊案 還有北市柯案等等阿伯案件禪宣 現在處境倒選之為 時任都發局長林周銘以證人身份被三度約談 證詞緊咬柯文哲 明知違法人旨意放寬容積率 檢方依證據不嫌多準則持續補強保底公訴 另一波關鍵證詞出現在邵秀佩身上 他攻稱應嫂威的便當會 就是在演繹金華城的細部計畫 疑似透過變形手法取得容積獎勵 這些公辭對柯文哲相當不利 檢察官若要憑兩個月內起訴 只能頻頻傳喚跟金流有關的人 希望能鞏固土地事實 如果金流還沒有查清楚 檢察官會不會嚴壓 一定會嚴壓 因為都已經 頭已經洗下去 怎麼可能放棄 他只要一放人 全部人一定大串共 法界人士分析 只要金流還沒查出 柯文哲嚴壓機率高 推算下來阿伯最晚恐怕要到明年一月 才能離開看守所 如果說最後金流真的被掌握到的話 十年起跳 那因為這個案子 他涉及的利益才太大 上億元 那以這個柯文哲目前的狀況 可能最終被判到十五年或二十年 都是有可能的 柯文哲弊案纏身 漸連一件件抽死撥剪 找到關鍵證據 加上昔日下屬公辭 加劇阿伯烈士 這下想要全身而退 恐怕不容易 三天新聞陳祥林鈞鈞臺比賽報導 民主黨立委黃國昌立院第一會期結束 高效率出版國昌報告 精美全彩印刷匯報問證進度 不只座談會限制行提供索取 還有線上版 每一頁的內容 全部都有黃國昌的照片 然後這本書裡面呢 治理行間非常多 偷錯柯文者的痕跡 他的質詢的結果 的重點 為投資客大開後門 一人公司買豪宅當宿舍 這看來會想到誰 買四千三百萬上半的柯文者 三十六頁刊物中 柯文者僅佔兩張照片 其他滿滿都是黃國昌 甚至還有大半版特寫 但不只國昌報告 哀酸吐槽點滿滿 九二八教師節 民眾黨臉書PO文 還被發現小編本來寫到 國昌老實提醒大家 少咆哮 但希望他自己能做到 只是後來這兩句 已經默默被刪掉 而連日來黃國昌還隔空開槓 國民黨台北市議員 鍾小平 中國國民黨 你們自己好好看一看 你們這個從政黨員到底在幹嘛 講話不負責任 黃國昌是恩將仇報 你現在的身份黃國昌是 這個民眾黨黨團總召 你又兼國民黨的考紀會主委嗎 你是不是住海邊管太寬了 我的態度是真的沒什麼評論的必要 槓金華成案 周小平開嗆黃國昌 還要對賭滾丁床 阿伯沒起訴我滾丁床 阿伯起訴黃國昌滾丁床 大家大丈夫一翻兩瞪眼 直求對決他敢不敢 我很早就說啦 民進黨政府一定會起訴柯文哲的 對於中小平十人雅惠 不要再隨著中小平欺悟了 柯文哲遭家驚見黃國昌 宛如民眾黨新太陽 就連自己出版的問政刊物 有多少版面也變成討論焦點 三遜黃這幾號採用一小組 新北什麼的